我接下来我想看一个新的工作表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个人是觉得说自己的功能还是蛮不错的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们输入新北市板桥区 板桥区有什么路 文化路 文化路二段好了 二段随便180向55号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有很长的地址 对不对 能不能把快速的合并起来 可以 我当然要教你可以的 也就是我先把它拉宽一点 我先把它拉宽一点 宽到说这几个都是可以合并在一起的 接下来呢点常用底下填满左右对齐 合并在一起了 你有看到吗 我做完了 就是就是我不知道你以前你是怎么合并资料 好现在呢你不要再用复制贴上了 用复制贴上我就不用教你这一招了 可是这一招20032000什么之前早就有了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不是没有 是你没有问 再做一次哦 再做一次哦 就是这边不是有很多格吗 如果你今天拉不够宽 很抱歉它不会合并在一起 例如说假设你今天拉到这个地方可能新北市板桥区会合在一起 可是文化路二段180项会合并在一起 好那我们再稍微拉宽一点 接下来选到这几个之后呢 排序对不起填满里面左右对齐整个合并 那如果你今天还有很多很多资料 很多很多资料 你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方式一个一个做 绝对比你用什么复制贴上复制贴上快多了 好那就请你开一个新的资料表来去做这件事哦 这个叫做填满里面的左右对齐